飛魚卵香腸在鐵盤上不斷發出滋滋作響 香氣撲筆而來 但主食材一下鍋 白玉般的麵條上頭鋪上兩層飛魚卵 再將磨碎的綠藻灑灑上上頭 這一碗店內超級人氣招牌 讓人光是用看的口水直流 口感比較有嚼勁 第二個它的造型很像我們基隆海邊的海浪 所以它有這樣子的意味 麵條講究焦麻醬一點都不馬虎 老闆將基隆大街小巷都看得到的香油香醋 都加入調味 他們的麵比較不是那麼彈彈的概念 主要是把飛魚卵的 所以你知道這樣拌開了以後 跟我們單總是飛魚卵完全感覺都不一樣 店內的裝潢擺飾滿滿的漁村風味 但不說您不知道 老闆原本是基金的理財專員 因為愛做菜拿到多項的專業證照 也是一名調酒師 基隆的特色就是乾麵 那大部分基隆的乾麵 主要的醬料都是油蔥的為主 豬油油蔥 那我們想要第一個就是 從醬料就要跟人家宇宙不同 開設餐廳 就在鎮冰浴港彩色屋的正對面 美食加上美景 讓不少偷客慕名而來 連藝人黃紫嬌和金融市長林又昌 都是座上賓 封角 有些是用了在地的食材 有些是以甜點著名 那有一些是我們在地的這個 有名的這些咖啡 那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色彩屋 來到這裡我想不是僅僅可以看這個風景而已 那也可以選擇來個半日遊 肥美的照燒青魚 酒釀糖心蛋擺上復古的碗盤 簡直就像藝術品 冬季旅遊還沒有決定到哪 來鎮冰浴港走一遭 保證值回票價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